大家好,我是猪老师 我是从泰国来的 非常高兴可以参加这次活动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就是 小猫咪咪 文文有一只心爱的小猫叫咪咪 它会表演游戏,又爱干净 有了它以后 文文家里的老鼠都逃光了 你看,现在小猫靠在文文回里 睡得有多香呀 一天小猫不见了 文文到处找也找不着小猫 急得快要哭出来了 忽然窗外飞来一只七彩小鸟 对它说 文文,咪咪回到猫王国去了 我一定要把咪咪找回来 文文话一说完 突然来了一种风 把它吹走了 风停后 文文发现自己在一座王宫里 猫国王和王后坐在那里 咪咪就在王后身边 猫国王说 你以前对我的女儿很好 我十分感谢你 现在我要把女儿接回王宫 就让我送一些礼物 就让我送一些礼物 答谢你吧 文文说 我不要礼物 请您把秘密还给我吧 猫国王想了一想 说 如果你能把花园水池里的月亮捞上来 我就把女儿交回给你 当然这是猫国王故意要为难文文的 但是文文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他眼珠一转 就对国王说给他一个盘子 文文在盘子里秤了水 放在花园的石桌上 对国王说 我已经把月亮捞到盘子里了 原来盘子里出现了月亮的倒影 这下国王都无话可说了 咪咪扑到文文回里 咪咪的叫个不停 猫国王见女儿也舍不得小举人 于是就把他送给了文文 文文高兴的抱着咪咪回家 从此更加爱护小猫了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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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outcomes